叮叮当 叮叮当 铃声多香亮 一年印度的圣诞节又要来了 其他交换礼物却又苦恼要送什么 想要在台湾买不到或是折扣超沙的礼物 不如海外代购吧 美国各大厂牌纷纷祭出圣诞节折扣优惠 在有不少美国商品代购平台的高弯掰弯上 代购销量排名第三的是这盒在台湾 没有贩售的彩妆组 内含14支不同厂牌的唇彩 平均下来一支口红只要台币206块哦 而这款圣诞节限定香水 在台湾只有20到30组 马上被抢购一空 美国代购虽然货量比较多 但售价也比台湾高了一点 可现在也已经完售 没抢到的人只能明年再见咯 而销量第一的是Super Dry的防风外套 代购价格约为台湾市价的5到7折不等 实在是粉划算 最近田径冷松松 机车族超爱 而日韩代购也是大宗选项 占虾皮拍卖所有代购量56%的比重 零食类商品也颇为热门 韩国零食一年销出20万件 其中前三名热销品都是韩国零食 辣机泡面 粉红品格 炸鸡饼干 实在是好想吃啊 在露天拍卖上 电玩游戏是占上热门的代购品类之音 所以这台当然不能少啊 这台风鸣全球的红白鸡 一开箱就被抢翻了 日本的积数量总归还是比台湾多一些 不如在代购平台上碰碰运气 给对方一个惊喜吧 董新闻 好想拆礼物报道